屋头奔上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刚啊 在我身后是一个200多坪的废弃的鱼潭 然后昨天的话,咱们来这边下过100多块钱的窝料 所以今天大家抽水机过来,给它攀掉 希望有个好的收窝 跑了,跑了,跑了 小宋 再来,出门里啊 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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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辆暗雨泪跑了 出门 我看你很像一般一般 還在那邊 就被跑到上面 有在那邊 有在那邊 還有兩隻 被他躲在裡面了 你看 屋頭奔上來了 别抓别抓 在哪里那条鱼在哪里 这 不是这条 刚刚那条是个木头 在这边这边水花 这好多 哇这好像有里头 这好像屋头啊 有没有在石头下面 我感觉这里是一只 螃蟹 厉害吧 不是那两只 花细了你看 花细了 这里饭头里面等会夹 会打架 你看这里面也有水花 这里面有吗 这里面还蛮深的 有有有有 鱼吗 鱼 哎呦 夹到了 哇 漂亮 哈 哇 鱼 他们厉害了 看到了 在这 哦 还蛮厉害的吧 小鱼 小鱼 他 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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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今天的收获 是这乌头 里面有螃蟹 就这个最值钱了 小鲁鱼 太小了 放掉了 还有就是这个 哦对 这么多毛鱼 这么多毛鱼可以 螃蟹到了两只 还有一只花嘛 好了 这期的赶快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来呀起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干 今天又开了三个小时的船来到了外海 今天准备盘着一个一百多平的水位很低的大根了 这个是全野生的扇贝哦 晚上拿回家做烧烤吃 这里刚才我这里还挖了一个 超肥啊 晚上有烤福了 这个大根真的给他盘关了 打点水开始摸鱼 有尾巴露出来了 不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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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只门了 这只给他放大了 呼呼呼 这只可以啊 我已经有个四五斤了 被我烂住了 哇还吃牛 这个大 呼呼 这边 果上 这是 黄丹 这是黄丹 这个鱼跟那个 呃就是黄泉鱼大黄鱼肉质非常相似 而且这个也卖的很贵 一百多一斤 果山 呼呼 小龙没彪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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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没有 哦 螺鱼 不收 看到没有 这个可是西行物啊 这个叫啥 反正我也不知道 反正很好吃 哎呦 跟鲍鱼一样 这个卖的很贵 刚收了 你知道在提论区告诉我 我一下 这个很少见 必须要出到很很远的海才有 现在我们进海都没有这个东西了 大不过 这还有海盘 这 哦还有海盘 这太小了 太小了 算了 好吧 哇 这么 这小黑猫 这个太小了 不要算了 纹丝不动 哎 动了 来 好的 来拔个拔 放这边 放这边 哪里 这边 一二三 放这边了 你不用了 都已经看到了 就这么小的小黑猫 哈哈 我以为他不让他死掉 好 不要放这 这里抽不掉了 真的 你要弹掉一点 黑猫好大 大黑猫 大黑猫 哈哈 哈哈 不着急 不着急 这就是什么 哇耶 这是 这么大的十九公里 这是红喵喵 这有没有一斤了 哇 这是 这是 估计是红喵喵的主爷爷 哇 天哪 真是红喵 哇 这么大了 后面不实在太少见了 就这了 不是 哇 这房子漂亮 我上次被一只黑猫咬一口 血泵出来了 这里面有一只 看到没有 哎 这里还有 哇 黑猫 这不是黑猫 这是什么 你没见过 这个是青斑吧 难道会去当观赏鱼吧 小黑猫 抓着等一下 我们一起放 来了 这里面躲了一只 哇 大黑猫 算了 这只黑猫 给力 这只黑猫 那这个 那这个 这只黑猫再一只 哇 这只很有劲 哇 这个打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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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先来 给他先来 针鱼 针鱼 今天 针鱼 黄鱼 黑鱼全到齐了 你还不够 我们再给它盘掉一点 太多黑猫了 好多黑猫 全躲在这个石头底下 就这个大石头 比热石头下面躲了一大屋 哎呀 差不多了 黄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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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被放出来 你是 你是真猛啊 你不认为 来 这只不小 不小啊 呜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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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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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 這些小的等下給他放點 先抓 有了 感覺到不對勁開始逃跑了 尾巴全露出來 這受不了他 來啊 起來 都是你都是 那 全跑這邊來 全部都跑 這這這這 來了 來了 啊這個大概大 可以啦 這角度還是可以 哇 爐 再過來幫個門 這個時候再給他搞料 這邊底下多了很多 來 我們放雞鳴 對 這就是雞鳴 1 2 3 走啊 哇這個大 來了 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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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好大 來了 哇還有好多 哇 這十九 這十九 哇 漂亮 慢慢慢慢吃 可以 來 好 結束 第一題看還會撞 這上應該是沒有了 漂亮 看收穫 這已經半土了黑毛了 哇 包頭 今天的收穫 只能有一個字來形容 簡直不要太爽了 真雕 哇 大媽 看看這個長度 主爺爺 最讓我意外的是這個紅啤啤的主爺 主爺爺 這個是黃丹 哇 今天還抓了好多超多的黑毛魚 哦 今天這個黑毛魚 啊 要封給我這個 漁民老大哥一些 畢竟他這個 幫 載我出來 好 給我帶到這個坑這邊 才收穫了這麼多的收穫 今天晚上有這麼的魚要封他一些 然後這邊呢 是剛剛我們抽水坑呢 抽完水坑去撿螺 看到沒有 螺 海膽 還有小的是就供抓了幾隻 還有這個扇貝 這扇貝都非常肥啊 扇貝肉 晚上回去搞燒烤 好 OK 今天要見了嗎 給那個 給那個公主 好 大家好 我是阿嘎 我們最近這個外海 溫太大了 怎麼出不去 所以說今天我們就近的話 在附近的島嶼 發現這個三個連環坑 所以說我們今天準備把他全部給他旁觀 希望晚上的高晚餐回去吃一下 好 先走吧 好 現在這麼第一個坑抽完了 看到了挺多小魚 你們看到什麼大貨 下去摸一下看看 哎呀小黑毛啊 有黑毛耶 小鱸魚有黑毛 小鱸魚 黑毛黑毛 黑毛 黑毛開始回油了 哎呀太小了呀 進去吧 等一下一起放了 還有一個 哇這個漂亮啊 這裡還卡了一隻 哇 哇 漂亮 太小了 這邊那個魚都不大 欸 金頭山 這隻好像還可以 我都裡有 都裡有 都裡有 這個 這個大 這個肥 哇 這個進階 鱸魚也挺多的 這個也大 現在都是這麼肥這麼肥的 漂亮 小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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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坑 接住了 大部分都是小魚啊 收到一條金頭山 這個也不要 這個不好吃 一點都不好吃 好 好 沒關係啦 其他的都可以留下來了 給他到大湖裡面去 好 沒關係啦 感覺這個有點 沒什麼東西 沒什麼東西 摸一下 小鱸魚 一摸一個轉 摸一摸一摸 摸一摸一摸 哎呀 有了 十九公 小鱸魚 大鱸魚 大鱸魚 這都沒霧 這都沒霧 三樓 這裡還有呢 是個啥 紅油鏢 還不夠油心啊 看一下 這好客氣四條 好 這鞋墊這麼大呢 這奴隸魚啊 這有沒有四十三馬啊 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吃耶 好這大鱸魚 這尾巴受傷了 這個可以 這個四十五馬了幾點 好之後拖一拖 好之後拖一拖 摸這 這個是那個 十八的 好 拖一拖 缺氧了 這個 給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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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隻 這個 這重發了 這個有個四十六馬了 這比那個那個大一馬 不得了 不得了 看下去是蠻大的 哇 這是挺大的啊 一斤多了 沒我沒我 不摸了 生氣 好咱們看一下今天的收穫 攀了三個坑 沒皮啊 抓了抓了 有點大抓了 這隻大喊劑 重點是今天這兩隻 這個農曆魚蠻之前的 而且這種是細菱的農曆魚 兩隻 這兩隻鞋墊 這段今天沒有白跑一下 其他小的該放的放 其他就 只能拿回家哈啤酒了 好了 這一期趕快就分享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視頻的朋友 可以點關注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